金正恩安全隱患加劇 美國防部揭其底牌 習近平集中力量半大壞事 人權律師與民生夫婦遭重判國際反響強烈 冤陽暴露地方政府的搶劫行為 二呼籲抵制新疆入口貿易與人權爭議盛運 全球最大考古博物館在埃及落成 關正世界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熱點觀察 我是麗文 今天是10月30日星期三 下面是詳細內容 近日南韓情報部門報告稱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面臨被清除的風險正在增加 北韓當局因此加強了對其警衛工作 據韓聯社引述南韓情報部門的消息 顯示出北韓對內部安全形勢的高度警覺 郭情願指出 今年以來 金正恩的公開活動次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0%以上 為應對潛在的威脅 北韓部門投入了通訊軍謠斜 計劃引進無人機探測設備 進一步強化安全措施 與此同時 金正恩的兒女兒金主愛地位 也在此超然上升 郭情願透露 金主愛近期開始出現在勞動黨的活動中 並接受勞動黨中央委員副部長金如正 與外務相崔善基的指導 配有專屬警衛員 北韓官方媒體還公開了金主愛 與俄羅斯駐朝大使親切交談的畫面 顯示出北韓與俄羅斯之間的密切聯繫 在此背景下 美國國防部也發出警告 稱北韓正在秘密派遣 1萬名士兵前往俄羅斯 支援其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這一消息令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非常危險 美國非牟利致富戰爭研究所指出 即使北韓已提供彈藥支援 但其武器品質普遍較差 影響俄軍在烏克蘭的作戰後果 此外 烏克蘭軍事情報局表示 第一批北韓士兵 已部署在俄羅斯的富斯克地區 雖然美國國防部尚未證實這一消息 但情況依然令人擔心 北韓和俄羅斯最初 對派兵援助的報導表示否認 但隨著證據的爭奪 兩國近期採取了更含糊的態度 由於北韓對俄軍事援助的加碼 國際局勢越加緊張 烏克蘭總統扎尼斯基 和南韓總統韻社粵通話時表示 北韓的軍隊出兵 將使俄會戰爭進入前所未有的階段 可能導致衝突的國際化 他們達成一支強化雙邊合作 並共同制定對北韓出兵的計劃 韓方就事件表示高度關注 擔心俄羅斯可能會向北韓提供先進的核技術 和導彈技術以換取軍事支援 南韓官員指出 如果北韓能夠從參戰中獲取軍事經驗和知識 將對南韓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 為此 南韓已明確表示 如果北韓部隊參與俄烏戰爭 將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支援 與此同時 五角大樓也在考慮取消對烏克蘭使用美國武器的限制 美國表示北韓軍隊的介入可能會引發更大範圍的軍事衝突 迫使西方國家重新審視對烏克蘭的支援策略 分析人士認為北韓軍隊雖然人數不多 能力有限 但仍有可能通過提供勞動力和駐守防禦陣地來支援俄軍 西方外交官指出 北韓和俄羅斯的密切關係不僅將改變局勢 還可能為兩國在同五和諧的中國打勾道時 添加籌碼 向美國及其盟友傳遞資訊 對於這一局勢變化 國際社會需密切關注 各國政府會強化情報交流 以應對潛在的安全威脅 與此同時 武漢蘭和南韓合作也在不斷加強 雙方軍表示 將積極展開聯合行動 確保國家安全 金正恩的安全隱患問題 會隨著和北韓對俄羅斯軍事援助 提升而加劇 中國經濟近期面臨嚴峻挑戰 上個月的工業利潤降幅創下疫情以來的最大紀錄 顯示出政策失誤的嚴重後果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 工業利潤同比下降27.1% 這一情況和增長緩慢 需求不足和房地產危機密切相關 近期報道顯示 黑龍江、青海和山西等省的工業產出 顯著下跌 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的零售額也在下跌 餐飲和酒店業銷售額分別下跌5.1%和10% 經濟增速不振 迫使政府推出刺激措施 但效果常待觀察 除了經濟危機 中國人的人口問題 亦日益突顯 成為頂層設計失敗的猶日正例 面對人口老化和出身率降低的挑戰 政府已經開始進行大規模調查 以了解民眾對生育的態度 並制定相應政策 與此同時 政策的反覆無常 使得教育培訓行業受到了打擊 自2021年開始的雙減政策 禁止盈利性補習 造成了數萬人的失業 和數十億美元市場的價值縮水 隨著經濟壓力的加劇 政府開始默許補習行業的復甦 試圖重振受損的經濟 目前中國面臨諸多挑戰 包括經濟增長放緩 人口結構失衡等 都與習近平的頂層設計 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緊密相連 即使中共當局未承認過往錯誤 但已在政策上展現出修正的跡象 表明其對當前形勢的緊迫感 如何有效應對經濟和人口雙重危機 將成為中共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10月29日 人權律師余文生及其妻子許厭 做訴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 余文生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 許厭則因被拘留超過18個月 預計將在明年1月獲釋 他們被控以尋叛滋事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這兩項罪名尚被中共當局 用來打擊異見人士余文生及許厭 於2023年4月被警方拘留 當時他們正前往和訪問中國的歐洲高官會面 此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歐洲聯盟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曾多次呼籲無條件釋放這對夫婦 但中共當局募視這些呼聲 繼續採取強硬立場 分析人士指出 以判決將對中國維權人士形成嚴重的寒蟬效應 東京大學訪問研究員潘家衛表示 此案將使其他人權活動人士 與外國外交官會面時更加謹慎 因此即使未能如期會面 他們亦可能面臨與外國勢力勾結的指控 與此同時 另一位中國異見人士許智永 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14年徒刑 近期因在獄中受到虐待而絕食抗議 根據人權律師唐彪的描述 許智永在獄中遭到24小時監控 生活極為艱難 甚至需要獲得許可 先能如次 他的絕食抗議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 已對許智永的健康情況表示擔心 呼籲中共當局立即釋放他 美國國務院也對許智永的絕食行動 表示關切 重申了對他和丁家喜的釋放呼籲 認為他們因支援基本自由而遭受不公正待遇 除了袁文生和許智永 另一位人權律師盧思偉本月初 在四川省被捕 並被控遇遇國警 他的妻子張春曉在接受採訪時表示 監獄不允許向盧思偉寄送藥物 可能導致他的健康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 張春曉對盧思偉的安全表示擔心 擔心他在等待判決期間 可能遭受酷刑或者虐待 美國駐華大使柏欣斯 疫症事件表示關注 並呼籲中共遵守聯合國會員國的承諾 給予所有囚犯符合尊嚴的待遇 目前中共當局對異見人士的打壓似乎沒有減弱的趨勢 袁文生和許智永的絕食抗議 標誌著中共人權情況的持續惡化 令人擔心未來將有更多維權人士受到類似的打擊 國際社會對中共政府的做法表示憤慨 並持續呼籲對被拘押的異見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 近年來 中共地方政府財政緊張 為了增加收入 公安部門的異地辦案現象日一嚴重 這一現象被稱為遠洋暴留 即利用公權力跨省抓捕民營企業主 查封外地企業財產 行為類似於搶劫 廣州地區尤為突出 近萬家企業受到影響 根據4月中發佈的廣東省情內參 近年來深圳、廣州、東莞等諸三國城市 頻繁出現異地執法案件 僅在2023年 廣州市就有近萬家企業遭遇異地執法 這些案件多大有明顯的逐利動機 內參自出廣東省的互聯網企業因此生存困難 例如,河南省招作雙丘兩市的公安局 曾聯合出動1,600多名警力 針對廣州市一健康集團旗下子公司 進行遠洋暴留 即使涉案金額僅60多萬 河南公安卻凍結了該集團64個帳戶 凍結資金高達7.500億元 導致企業頻能破產 上市計劃受阻 冤陽暴留同意營化債 被稱為利用公權力搶劫民營企業財產的傷惡 這一做法由來已久 但隨著地方政府財政危機加劇 近年來越來越激烈 受到影響的地方政府也開始反擊 為維護本身利益而出台新政策 廣東省政府近日發布公告 要求省公安廳和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形成聯動機制 限制外地公安在廣東的移地執法行為 未經核准不得凍結民企帳戶 並且查封經營性財物須有直接證據支援 他們認為這種現象和土匪綁架模擬 反映了地方政府對財政危機的無奈 那個網友就事件 議論紛紛 很多人感嘆此舉 對企業正常經營的嚴重破壞 認為這是對經濟的進一步壓榨 一位網友自出 執法者的行為比黑社會更可怕 而另一位則表示 地方政府的這些做法 使得公平正義淪為笑談 近期在中歐貿易關係日吹緊張的背景下 意大利知名番茄醬生產商木帝行政總裁 法蘭西斯波 木帝發出呼籲 要求歐盟採取措施 抵制來自中國新疆地區的番茄醬入口 以保護意大利農民和當地農業的利益 他指出 意大利番茄產業正面臨來自中國國有企業的不公平競爭 嚴重威脅到意大利的食品生產 及其生態環境 木帝強調 歐盟應對入口中國番茄醬 徵收60%的關稅 以減少意大利和中國產品之間的價格差距 這一呼籲引起了廣泛關注 意大利農民協會Colderati 曾在今年6月組織抗議 反對中國番茄農宿醬的入口 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競爭 該協會國際事務主任 路易吉、皮奧、斯科達、馬格里奧自出 90%以上的中國番茄 均產自新疆 勞動成本極低 使得意大利農民處於略勢 近期 還有慣是因多項貿易爭議而緊張加劇 歐盟已決定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額外關稅 與此同時 歐洲議會也通過了一項緊急決議 譴責中共政府對維吾爾族的迫害 要求立即釋放被拘留的維吾爾經濟學家和醫生 位於胡虎金字塔附近 大埃及博物館 經過十多年的建設 終於迎來了私營運、經營 該博物館是全球最大的考古博物館 投資超過十億美元、展品超過十萬件 為參觀者提供了了解埃及文化的絕計機會 博物館內部設有十二個大廳 每個展廳展示超過一萬五千件考古發現 安王朝和歷史順序排列 涵蓋了古埃及的社會形態、宗教信仰和統治體系等多方面 大埃及博物館收復和古物轉移部主任艾莎齊丹表示 這座博物館指示著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真品 其他博物館無法找到 古埃及文化起源於西元前三千一百年 歷史近三千年 雖然這一文化最終消失 但其留下的眾多謎團依然吸引著現代人 大家對古埃及的文物出土充滿好奇 更渴望了解金字塔、方尖碑等建築的真實用途 以及這一文化消失的原因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留言、點讚及訂閱 歡迎轉發 這就是對我們最大的支持 再見 我們現在的視頻 我們要做詳細節 我們有個景色 很高興 大家在哪兒 入 кож 開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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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